到了向河昕川英路路有一处变坡 因為鴨客白水系統不好 直到昨天一路大路 水就能到路面的狀況 還有民眾因此騎車來骨頭 經過當地基民向議員工修行 拿出申請 管理民族也全港整奧現場 堅持了解 這個每當大雨的話 這個野溪它就吸水很大 然後就慢流過 看到我們做這條鴨客 雖然鴨客很小 但是我們剛到路大後 水到的營到路面 要過展景造型 有人騎車經過來百度的進行發行 它最主要是 本來這就是一個鴨客而已 過去是因為水量比較沒那麼多 這幾年 每次路大後的水都很大 整個月在山上這裡穿下來 因為這次都沒有做經典 所以說它跟這個 這個鴨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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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就有頭的累積 加上現在天氣變化大 造型白水系統是越來越不好 常常來營水 在基民和基礙鴨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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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長在民主也來到現場 簡直了解 這就開始很需要做 這如果沒有做 還落大火 水還在淹水下來 還造成我們出入人 這不方便 萬年說水又沖去 還造成生命 這實在說真的有很危險 所以今天來回家 這真的有需要做 我們每次工程會 和粗部和高級的一百萬 我相信 地方有需要的 管政府 雖然財政沒有很管理 但是 可以拿來做 改善 讓我們百姓 出入比較安全 在管長和管副團體 看著過後 也表示 這條鴨客白水系統 比較需要改善 但有經費需要一百萬左右 就算管政府財政沒有管理 也要整理來改善好 管來道路 以及新聞環境品質 今天算差不多